光线的侦测,在输入里面有一个光线感应值 那我们特别讲,像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放进去 这个是我们积木式的程式语言一个特色 你是没有办法这样放进去,那我们要怎么办? 要使用显示数字 那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用显示文字,这两个好问题 你看他不给你放进去 你放不进去,为什么?因为光线的感应值它不是文字 文字跟数字是不一样的 在这一个microbit的JavaScript的积木里面 它是有分开的 它文字跟数字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把这个数字塞到文字,显示文字里面去 这是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是在Squish里面 基本上它没有太分别说你要显示文字或者数字 好,那显示光线的感应值 那我们不断的让它显示 我们来试试看 好,做完 那我们把它 我们先把它清掉 在下载里面 好 那我们把它下载 下载下来 确定 那我们在这里 有这个微命名的 复制到microbit里面 是列记上贴上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反应 我们要让这LED灯不断的显示出现在光线值多少 好,我们现在看到多少 25 好,25 好,34 那它是利用LED灯漏光的方式在侦测的 好,现在32 我们找东西把它遮起来 你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现在拿一个明片 稍微把它遮掉 好 又 暗暗的把它遮掉 好,看到现在变成 23 好,23 那你拿掉的时候 它会是30 多 那这样子可以达到 侦测光线的一个目的 这只是一个数值 你没有办法说现在是多少 比方说勒克斯啊或者什么子 它就是显示光线量的大小 好,你可以稍微分辨出一个 亮度的强与弱这样 多顺贤 在许多